我是John,其實我和Galise是同班同學來的,那時候在Polly那時候 在我準備做這個sharing的時候,其實我收到理大設計的入學信的那一天 數到今天差一個月期已經足足十年了,剛才聽說Hawaii讀我個人簡介的時候 我發現聽說完之後我到底在做什麼,我寫得不太清楚 其實我在Polly讀了三年之後,畢業就做了兩份工作 第一份就是Pillow and Pillow,第二份就是Home Court 兩份都是和Digital Design有關的東西 其實我今天這個talksupost的 topic是關於User Experience的設計 但是在Polly讀的頭三年的時候,發生的東西比較有娛樂性高 和多一些戲劇性的轉變 雖然和這個Digital Sharing沒有什麼特別關係 但是我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 我倆都會提一提,我還是由最開始講起 和User Experience沒有什麼關係 先說一些無聊的東西,這個是我小時候畫的畫 其實我小時候都喜歡畫畫 我最後沒有像Kalise那樣做illustration 但與其說我小時候喜歡畫畫 其實我比較純粹喜歡做任何的創作 然後做完之後就想給別人看 我這樣說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我小時候在A4字裡胡亂撩兩筆之後 我就不甘心,我還是要寫一些字 然後可能用一些報紙拼貼一下 然後就在我小學的時候 就做了一份我所謂小學的班的班報 我姓麥的,那份報紙叫小麥報 我做了一些,那時候我的班是一些虛假新聞 誣衊的老師和同學 Big News 但是總之呢,我就想一些東西做出來 不是自如的,是想給別人看的 那因為我有這樣的慾望 那開始不用,原不用笑話家 然後就去到有網上平台的時候 就覺得我很吸引,因為我想分享 那這個是我的黑歷史 因為那個人做的東西太醜樣了 所以我不讓大家看 做完之後呢,就開始去到中學 就這些東西沒那麼肉酸 但是就走上了Graphic Design這個不歸路 因為那時候就覺得有這種 難得電腦令到的繪圖和不同的東西都容易 讓門檻低了 那想嘗試做Graphic Design 我那時候在中學做的一些英文學會的宣傳海報 其實那時候都沒有想過是讀美大設計 但是純粹是覺得我上網 那時候沒有Pinterest 但有些Design Blog 那時候就覺得 Hotography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瑞士簡約設計是這樣的 覺得很有型 那時候就純粹是想跟著跟著 那時候幾年就做一些 純粹是為自己興趣的東西 即使是可能中學的一些讀書報告 什麼都很功夫 看都要做一個封面出來的 總之就不放過任何做設計的機會 那之後就淡粗粗決定 佈了Poly的Design 因為那時候都沒有想過進去 因為本身中學又沒有讀Visual Art 沒有什麼 但是就覺得如果不現在試 那還是會後悔 那最後幸好就入了Poly 那Keith是不是應該還未來 但是那時候有機會被Keith教 學了很多東西很開心 但是其實在我開始入了Poly的期間 和我未入之前 其實分別沒有太大的意思 就是因為當時 其實我一直 因為我很喜歡把東西整形之下 給別人看 其實我一直把東西放上網 這個習慣都沒有變過 所以我繼續放上 這個是我的tumblr 那無論是畫畫 什麼風格我都試試畫 但其實我的第一個所謂自愛 就是那時候 我從小時候開始覺得很帥的 那些minimal design 其實是一直想做一些 呼應一個concept 而比較四兩撥千斤 做一些小聰明講概念的設計 那我不特別解釋什麼意思 但是那時候就做了一個這樣的系列 那繼續培養我自己的習慣 做了一些興趣的graphic之後 最後就做到我人生的第一個轉捏點 其實當時就是 Steve Jobs 他有cancer 然後他就離職了Apple 不做CEO 那時候我做了一個graphic 純粹是紀念他的離開公司 但其實過了幾個月之後 他很快又過了身 他過了身之後 這個graphic就突然間 彈了一聲 那時候是很大 很戲劇化的一個發展 當時我不斷收到很多的email 不斷收到很多的電話 那是一個很神奇的經驗 那天不知為何連TVB也上了 報紙也上了 連花市也有人翻版了 我的東西印了在他的cusion那裡 不知道為何他跟我說 我那個設計是賣貴其他三元的 他說是好東西來的 我竟然想告訴他我是誰 但我最後還是沒有 我一元都沒有收過的 其實這個機會 去到引申到我今天 其實我自己有很多不同的個人project 其實都是因為那一刻的機會 引申出來 但是這裡沒有什麼時間 特別去說這件事 但是這件事對我的人生 到現在的影響還是非常大 我純粹是想說一說這件事 當時過了這個事發生後 主要有兩個很重要的人找過 第一個就是一個叫David的人 我稍後會說David有什麼重要 他當時就跟我說 他是在Apple那裡做的一個人 他說他是香港人 他就會飛來香港 不如跟我吃頓飯 我跟這個人吃了一頓飯之後 其實很多年都沒有再聯絡過 但是遲些就在我人生裡面出現了 第二個就是這個叫Graham Fink的人 他是一個廣告界的傳奇人物 他拿過很多獎 他做過很多很有名的項目 他當時就是在澳美廣告公司 我想讀廣告的大家會知道這件事很有名 他當時是中國團隊的創意總監 他就說他當時好像在泰晤士報 就看到我那個人印在報紙上面 他就說他故意飛來香港 就想見一下我 看完我的計劃 我好像很緊張 他就純粹沒什麼說 就說不如保持聯絡 隔了幾個月之後 他又找回我 他又跟我說 我可樂其實他有個 campaign 叫Share Happiness 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如果你給了什麼我 我就幫你銷售 那時候我業都未必 突然間有個 他跟我說可樂可以是我的客人 不要玩 很興奮 但不能包袱 因為覺得很不可能 就把我的想法給了他 那當時我draft了一個idea 他就跟我說 那客人喜歡的 遲些有什麼好消息 告訴你 那隔了一會之後 就發現 這就是最後的final 我把可樂的畫面 變成了兩隻手 share 那個可樂 即是出了街 他還在中國 這個應該是上海 其實去到這個位置 我已經無憾了 突然間你讓我做到 可樂的廣告 還出到街 就是已經 恨不來了 但是最誇張的是 在這件事 過了再幾個月之後 我當時是在德國做交流生 那樣的 突然間我收到 Gram的電話 他就跟我說 其實之前 我們做的廣告 我幫你加入了廣告大獎 然後你有機會贏 不如你突然 飛過來康城 我們有個festival 我們有個award show 那我就立刻 漏夜由德國 飛去康城 然後還突然間發現 那個不單是拿了獎 還要拿了康城的 金師的全球大獎 然後就覺得很誇張 因為之前 Apple那天已經被人 擺了上台 這個還不知道為什麼 在機緣下落的情況下 被人擺了上 一個無限高的神台 因為這個獎 在廣告界是一個盛事 當時就是過了一個很瘋狂的周末 因為昨天突然間在德國正正經讀書 突然間你同學發現 住在法國 突然間被記者包圍 我們當時的打扮 就是這樣 現在你找我的樣子 在Google也是這樣 我真的想死 New Yorker上賣 繼續有這個大頭照 又不知道為什麼等了在那裡 我一輩子都是這個樣子 那日後就 誰知道 Colacola真的有用到我這個設計 那其實繼續衍生了不同相關的廣告 都是繼續有演化下去 那這也不關我的事 但是我看到這件事 繼續這樣引生下去 很有趣 那連一些批評 可能我都拿了很高的力 來諷刺它 那其實我覺得是還沒讀完書 那我完成了這麼多的東西之後 我才回去Poly 就繼續讀我的書 那時候我已經快到了最後一年 那我做我的最後一年 那我在這裡都不特別講太多了 那總之我有個很概念性 講原創性的一個project 那時候弄了一大堂的東西出來 那去到搞搞下 其實是畢業的 那我弄了一個booth 那有些print的東西 但是有些多媒體的元素 類似一個mini exhibition的東西 那時候雖然畢業大家都很開心 終於辛苦了 但是當時又覺得自己的前途很迷惘 不知道日後出來做什麼好 因為我又不是特別想做廣告 各個project 做完出來又好像沒有人明白 那誰知道當時就突然間有人 那天是我的grads show 那個opening day 那天完結之後我就有點沮喪 因為好像做完這件事 沒有人知道我自己做什麼 自己又不知道日後想做什麼 那突然間有人拍我的肩膀 就跟我說 Hello 我是Henry G 我是Pill and Pillow的創辦人 你有沒有興趣來我公司來聊聊天 那我不知道大家知道Pill and Pillow是什麼公司 那它在Flash的年代其實已經很出名了 它是專門做一些 我不用說太多 你看到是一些很interactive 很colorful 很多animation 很多無論是多媒體設計 如果我要很籠統地去說 無論是做網站 做一些on-site的digital experience 它都拿過很多獎 以它這麼好跳脫和有趣 以及innovatively出名 這個是幫Nike做的一些 specialization 當時我就很意外 這個人會突然間叫我去他公司 就是好像見工一樣 因為我讀書的時候 根本就不是讀web design 或者interactive的東西 但是就跟我那時候 inpoly design的心態一樣 我覺得我現在不試 明天就沒有機會再試 那為什麼不試一下呢 我進去之後就很緊張 因為我是文科底 又不懂計算 但是突然間好像去到一個web design 是否懂得寫program 不懂得develop 總之很多未知之數很緊張 在Pill & Pillow做了五年 Pill & Pillow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們沒有project manager 我想大家如果出去做 就會發現很多agency會有PM 那客人和designer中間 其實會有PM這個橋樑 但是我們公司就沒有 你designer是直接對客人的 所以當中有很多 你不單是在鍛鍊自己的設計 是在鍛鍊很多溝通上面的技巧 那在這樣的過程中 其實你學到的東西會有很多 當時我第一個大的project 就是幫Mplus做了一個網上的 neon sign的online map 大家可以crowdsource 把香港不同的偽紅的 signage 就可以map到一個香港的 map 就可以知道究竟 香港有什麼不同的neon sign的地方 在哪裡 現在看回覺得自己很多 可以做得更加好 那時候是我第一個project 但是那時候就要管理 和很多Mplus的人 要交代很多事情 做很多設計的 back and forth 當中學了很多事情 但是Pill & Pillow 除了做文化界的東西之外 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另外一款是比較商業一點的 雖然聽起來 我不知道大家會否覺得 一定是文化界的 好玩一點 其實一個我做得比較開心的 反而是IFC這個客 我在Pill & Pillow做的時候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當初 這個是一個 對我來說是一個 比較大的挑戰 我那時候在公司裡做了一年左右 都還是 不是太有經驗 那時候這個project 是我另外一個 剛剛離開的同事 但是他很厲害 他那時候開了一個很漂亮的頭 那個網站已經好像可以做得很漂亮 但是我就要完成了他 那時候我有一個很 很困難的地方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想 適合一下IFC 當初有一個 就是 就是 Life is Beautiful 是他們的slogan 事情要做得很為美 那麼我們的網站 就要反映他們 rebrand的這個訊息 那些東西要Beautiful 很漂亮 有名字 但是你覺不覺 有很多時候 你上去商場的網站 或者很多呢 那些商場的店 是這樣呈現的 有些很肉酸 有個很帥的 staff 亂拍照 閃光燈 然後拍到整件事 很亂 很噁心 那 就算我給你整個網站 的網站做得很漂亮 如果那些網站是這麼噁心的話 那你又怎麼漂亮得起呢 那時候 我想了很久了 但是跟老闆談完之後就覺得 其實你一個商場的網站 除了給你基本的一些資訊之外 有些什麼目的呢 其實就是 你去商場想不到吃哪間餐廳 其實你應該想他覺得 這間餐廳的東西好吃 你想吃的東西 你想去這個商場 其實是有這樣的慾望 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與其你展示這麼不開胃的一幅相 那為什麼你不直接展示他們的食物 而講零售的那方面 那為什麼既然每一個品牌 都會有他們很漂亮的campaign照 那為什麼不直接展示他們的照片 我們不是忽略它的功能 因為你照樣可以找到它在哪裏 它的所有的content information opening out 你都會照樣知道 那 所以就 這個對我來說是開了竅的 就是因為當時有很多 覺得沒有可能的事情 就是沒有一個商場會做這種事情 雖然只不過是改了一張照片 但是當時就是國客 肯幫我們 在arrange當時 我忘記了可能有幾百個租戶 這樣 但是大家都懂得很乖 可以給我們一些照片 最後就真的成功做到 我們以為很 很 就這樣 想說漂亮 但是最後真的 那些商戶是肯這樣做 那最後得出來的結果就會是這樣 那我知道其實這個是 都幾多年前做的事情 那現在看可能你們會覺得 用大照片 用一些片 來做網站 設定那個 mood 沒什麼特別 但其實當年這個都算是比較新的 尤其是是 在一個商場做這件事 其實自我們做完之後 其實現在暗示商場都在用很類似的風格 但我覺得其中一件 其他商場比較難做到的就是 剛才說 跟租戶在那些照片上 永遠都會出事 因為沒有一個商場的客人 好像我們當時那麼好 可以肯跟我們配合 找到一些好的東西 那你見到我們除了漂亮的照片之外 你見到我們在找照片 找店舖方面 都是不用做的 已經是fetch了整個list的租戶 你這樣按 那些東西很快就可以看到 那所以就不只是說 那個美字在速度上 它們都有效率到 那我不知道 我這樣說到這裡 大家會不會覺得 你的網站做得漂亮 做設計師不是很忌諱 那些人說 你幫我做得漂亮就可以了 你不要搞那麼多 就是永遠設計師 好像覺得不讓客人尊重 就是覺得他只是負責幫人裝飾 但我覺得這裡是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概念 要搞清楚 首先一來我們的網站 沒有只是漂亮 我們在功能上也有注重 但有很多時候 那些人說 這個東西覺得很模範的意思 是因為覺得 那個客人就說 我的字還未確定 你幫我排著那個Layout 我遲些再給你一些字 就是一個這樣 單向性的關係 很多時候 就覺得設計師 是很被動 只是負責 硬吃 給客人的任何東西 就撿到它正為止 但我覺得 我們這個case 就是 是很互動的 我們是覺得 我們有這些字太長 我們就跟客人說 不如弄短一點 這個位置我們覺得有些內容 可以拿到這件事更好 這些相片會更好 我們就跟客人 反建議一些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在這樣的過程之後 那件事就變成了互動和有趣很多 就不是說 設計師要客人 叫他 硬撿到他漂亮 還是撿到他漂亮 是一個互相有溝通的過程 還有就是因為 那個功能和美感的東西 其實它從來都不是一個對立的東西 尤其是在IFC商場的那個campaign 根本就是在說 這件事是要 upgrade它的brand 它的tagline就是 beautiful這個字 所以其實在這個case 弄到一個website漂亮 令到你上去這個商場的話 其實美感根本就是功能滿身 所以其實那個form 和function的關係 其實很微妙 就不是說你選一個就寫起了另外一樣東西 可以兩樣都兼顧 自從做完這個website之後 有很多相應商場的mini site 都會繼續做下去 都是用同樣的philosophy去做下去 就是一般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覺得 就是商場音樂表演 這樣也要有一個website 但是我們就是覺得 正如一個商場的website 其實可以漂亮得起 就是商場活動的website 其實都可以做得漂亮很多 就是 那時候老闆老珠跟我說的就是 你不要當它是一個商場活動的website 你當它是一個世界級的問儀活動 你當它是一個很棒的concert 你看到那個website 是有很多很特別的interaction 例如你不用scroll它 它自己都會在動動 還有一些字和相片和片的交答 你都會很大膽地給它就這樣交答 還有當中你剛才看到一些地圖 很多文字和artist自己的相片 其實都是很多人跟我們客人說 不如加上這些開店 那件事更豐富一點 就不會是因為客人就這樣說 我們的活動只有這麼少字 只有幾幅相片 你跟我搞定它 是一個很互相遷就 以及接受大家建議的一個過程 所以是做得很開心的 我講得有點長 所以我不講太細節 但純粹給大家看一看 就是有些不同的 IFC商場旗下的website 的例子 那都是一個好像 希望做到好像博物館級的 展覽的website 就不是只不過是走到一個商場 看到一塊很大塊的恐龍骨就算了 我看到Mobile的字的大小 那些structure 都會令到你在手機上去看 都會是一個好的體驗 就算是新年明明有很多好機會 好涼的東西 那都想整美它 總之就是不要被電視推 即使大家可能在商場那一輩子 沒有期望 所以是一個很健康 和當中我很享受的一個過程 那 講另外一個例子 這個就是 都是一個 國客給了很多自由度 我們的一個project 那這個是叫做 Very Hong Kong Very Hong Kong 好香港好香港的一個展覽 那當時是 兩個很出領的設計師 一層又堅 和有一山日搞的一個 關於回顧香港的文化 和設計的一個展覽 那當時在大會堂 和東盤基地 有不同的地方的展覽 那我們就要做它的網站 那當時就會想 究竟你做一個展覽的網站 究竟你是怎樣 你直接把那個展覽的東西 放上網就在 還是可不可以做一些有趣的事 那當時我就有兩個idea 因為它當時有百多件的展品 那與其把它直接搬上網站 好像一個很悶的catalog 那為什麼不 既然做一些可以在網上做到的東西 就不是說 可以把你offline的東西 reproduce 而是做一件可以陪襯 它 令到你 好像IFC商場的例子 你會想去那個event 令到這件事你覺得是正的 而不是只是reproduce 一件照得過的上網 那個format可以有些不同 可以玩一下 那既然 我不知道大家去到這個位置會不會問 那既然我剛才都說我是文科底 我又不懂計數 那些 究竟入圖圖圖圖做 究竟是否需要寫code 那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一個例子 例如我剛才對於剛才的展覽有這樣的想法 那我就要首先 和我老闆談究竟這樣做是否對 那這個是我當時做的一些prototype 那當時大概知道會有這樣的展品 那我就覺得既然你有這麼多不同的展品 那為什麼不把展品 配合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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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所有的展品都放在上網上 但是如果我 那個圖圖碰到那些不同的展品的時候 那兩個策展人的樣子就會出來 那就好像是用幾秒間的情況 和你解釋這件事 即如數嘉珍這樣說一下 說一下那件展品是怎樣 那我覺得是一個挺有趣的體驗 那當時做了這兩個想法之後 那其實就算是把兩個 combined 最後一個final result 就會是一個這樣的 不知道有沒有聲音 好像沒有聲音 應該聽不到聲音 這個也不是太重要的 但是總之 你看到它有口型 總之 是一個 你會看到幾秒幾秒的 就不斷地在互換一些不同的展品 那你就可以聽到那個策展人 就跟你講一講 為什麼這件事 對他的心目中有什麼意義 和有趣的地方 那 剛才說的一些反差 那我想說的就是 其實這些事情有很多 我這樣指上談兵 其實是很難說服到 任何人為什麼這個idea是正的 但是當我放在一個互動的情況下 我可以按一下按一下 那就可以感覺到一個有趣 只有網上才能做到的節奏 那其實我寫code不算厲害 但我不擔心code 那即使是無論是網上 Copy and paste一些code也好 用一些現成的site builder也好 那我用我有的工具 的情況下 可以Mockup到一樣我想做的experience 去和我老闆談 那就可以令到最後做到 大家都滿意的一個結果 所以究竟是否需要寫code呢 其實我出現這個網站 一句code我都沒有寫過 但是在開始 大家還在想過idea的時候 那我覺得 我用少少對於code的認識 可以做到一些推進的討論 去說服大家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很健康 還有很有效的設計討論的一個過程 這樣 不要只是說 你展示給別人看 你就可以說服到 這個就是你最有效的argument 這個就是我們公司的網站 這是我臨離開公司之前做最後一個project 這個很有Henry的性格 因為這個網站可能有點奇怪 我一開來一個公司的網站 一會看到一行字 其實你會看到 按了一個 就會按了一個 我們做的client project 你看到那些顏色就黏了線 其實全部都是想引起 用戶的好奇和興趣 例如你會想 不如我按了所有東西 你會引到他想按了所有東西 那你會看到 全部都是我一行字 我按了 它就會變成更加長 你想知道有些什麼 越按了 就像一個人跟你back and forth 你想知道多些 他就說多些給你聽 好像擠牙膏一樣 按一按一按 越來越多 這樣就可以引到你想探索整個網站的 每一個角落 其實剛才說的那個 那個東西是延伸的 不只是網站裡面的 無論是我們公司的卡片也好 你看到我的卡片也是很少的 我們公司的名字 那個名字 那個名字 老闆的名字 還有那個電郵 沒有地址 沒有電話號碼 每個員工有字 可以自己選擇 可以代表自己的字 有同事比較多肉 老闆就說 鼓勵你選擇厚一點的字 那也可以 顏色不同 字質不同 大家盡量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用一點東西 都可以代表自己的性格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這張卡片可以用的 有很多 好像大家都要理索多元爺有的資料 你的網站 有很多東西 明明按一個按就看到 但你要我按20個按才看到 你玩東西 但其實我覺得 有很多這些全部都是在說 就是我們今時今日 經常說人沒有什麼耐性 就是看幾秒就會 滾走了 無論是Facebook或IG 現實生活其實也是 其實今時今日 其實有很多 設計的東西 那個Experience 那個目的其實是想引起你的 好奇 還有令到你有耐性去看完它 所以無論你是在網站也好 你還有一張Invoice也好 你還有一張Invoice也好 還有一張卡片 Facebook出一個Post也好 其實根本你不需要拘禮自己 在做一個網站設計 還是做Print 還是什麼 其實背後那個初衷都是一樣 就是你做那個東西 要被人用得 還有那個人會肯看你做的東西 當那個人肯住足去欣賞你做的東西 可能你已經成功了 所以就有很多 大家一般如果說的User Experience 很多時候都會說 就是很注重 就是要快要有效 但我剛才表演的 其實只是反其道而行 就是電視又慢 有些東西又刺眼 有些東西又少 又不夠密 但其實那部分 都可以是User Experience 的一部分 有很多時候 即使是令到別人看完之後 是覺得開心 有趣 最正而記得你 這個都可以是設計的目的 的一部分 所以這兩樣東西 我就要拿回一個平衡 然後這個就是我 林明的公司 之前真的和大家的合照 當中學到很多東西 都挺開心的 去到第一份工作 完了之後 就去到做我第二份工作 Home Court 為什麼我會轉到這間公司 就要回去 我當時說 在Steve Jobs那件事的時候 有一個叫David的人找我 他那時候在Apple做 其實他當在五年之後找回我 其實他已經不是在Apple做 他已經離開了Apple 其實已經做過一間startup 已經被人收購過 他現在就搞另一間startup 他沒有太多細節 他純粹說 我記得當年你做過Steve Jobs的Graphic 現在我做一個新的startup 想做一個logo 和想想一個新的名字 不如你試試幫我 我當作是freelance 那個人和這個人都挺有緣 就說了yes 當時他說他在做一個 籃球的人工智能App 我當時都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但是就只是覺得 OK 就是你 有些籃球訓練的科技 你平時可能只是NBA的人 才用到 你現在可能在自己家裡 一部iPhone都可以 那我就覺得 好像home court這個名字 都挺適合 又吃到主場之利的相關意思 那就是在吃home和court 這樣的概念 那我的logo就 加上這個court 那logo很多時候都是說 簡化和抽象化 那就是簡化、抽象、簡化、再抽象 那就可以懂得H字和C字 還有一個court的概念 那這個當時我做完之後 那就是我第一回合 我都覺得這個Logo挺滿意的 那當時他就說 很好 不過麻煩你再試一些其他選擇 很多客人都是這樣的 那好吧 你不要court 那你試一下 你這個南框南版的畫 又怎樣說呢 那又再抽象簡化 又再抽象 OK了嗎 那OK 就是一個笑笑口的南版 叫Hoop Song OK 那他又覺得 OK挺好 你繼續再深化下去 差不多了 那當時其實做了很多 不同的細緻的版本 又試過不同的 不同的exploitation 不同的名字 不同的概念 那怎麼知道 其實最後最後呢 他就突然說 我們不可以問那些users 最後都是覺得 大家都是很喜歡 HomeCourt和原本的版本 所以浪費了我好幾個禮拜 最後還是回到這個 那一般大家都應該會比較 忠忌一些客人 過分注重某些人的意見 但難得他們那次問那些users 都挺好的 所以可以用回到原本的版本 都挺開心的 其實原本做完這個logo 只是一個freelance模式 其實是想完結的 這件事 但是他就說 不如你直接進來我們這間公司做 我們都需要一個像你這樣的人 那時候我做了五年 覺得是時候試一些新的 那就是好像當初讀 葡萄製設計 想進去Pain & Pill 現在的心態也是一樣 就是我又不是打籃球 又不懂什麼人工智能 但現在給我這樣的機會 那我現在不試 日後還有什麼機會 所以就想試一下 結果加入了這間公司幾個月之後 正如剛剛幾天前 才發生今年的 Apple的Developers Conference WDC 這是幾年前的那個event 當時我們的logo 是出現過在一個極小的位置 那已經很開心了 因為覺得我們公司 做了沒那麼久 所以就有機會上到Apple的台 那已經覺得癢也癢也癢 但誰知道過了幾個月之後 又有一件更加戲劇性的事發生 那就是突然間 我被急叫去Apple的總部 他就不可以跟我說任何的細節 他只是跟我說 我們快點飛過來Apple那裏 幫忙 那其實當時是 Apple要宣布它的新的iPhone 那就是想我們用我們的App 做台上的一個demo 我想問剛才那個聲音 會不會播到 因為這個要聽到聲音才有用 我可不可以直接播 我可以等 OK 你們應該聽不到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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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k Em I can't wait to show you what we can do with the new iPhone. We couldn't bring a basketball court here, so we went out last week and saw Steve train an athlete. We now have a screen recording of our app running on a new iPhone. Let's take a look. The app recognizes the hoop and the court automatically. Tap start and it was not tracking the basketball shot attempts. The mix indicated by the dots on the floor and misses by the red axis drawn as an overlay. We can play right on the court. With the new iPhone 2, we've seen a massive performance game that allows us to get a lot more. So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be able to test the user's in the long-term位置, and the ball of the record,and that locks a new feature that were not possible before. Let's take a look at what's going on under the hood. Only on a new iPhone, we can run real-time player tracking, real-time post estimation,real-time ball detection,and trajectory estimation all at the same time. We call this real-time shot science that tracks six metrics for every single shot the player takes. These insights are not visible to the naked eye. To become a great shooter,you need to practice every day. You need to shoot at game speed and with the right posture. I focus my students on staying low and stable when they shoot. HomeCourt is giving players immediate feedback to help them understand if they are practicing with the right form. Release time is also a great indicator of whether the player is shooting at game speed while staying low. These meaningful insights and feedback just weren't possible before. When you select release time from the set,it will be displayed on screen. And the app can also give audio feedback to the built-in stereo speaker or your AirPods. When you bring an AirPod,you can hear your sound with you. You just hit the bal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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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just hit the ball. HomeCourt is great for every basketball player who wants to get better, whether you're a beginner or a pro. The most amazing part is,this is all done with just your new iPhone. There is no sense on the player,no sense on the ball,and no sense on the court. And that's HomeCourt real-time short science. Shipping has an update this far.Thank you. If you wanted to. This is David. 其實在他未上台之前,那半小時之前,Apple的事情是很機密, 而且你不會知道事情是否成事,你可以浪費了所有時間, 但最後可能是因為steve Nash沒有空, 沒空跟你玩這件事,可能整件事就會拍過我的攤子, 其實這個當時真的很高壓 但最後當然是很開心成了視野的經歷 因為當時我飛到美國 你剛才看到的那些UI 我就是在Apple的一個運作在Airbnb 或者進去Apple的秘密基地做兩個星期的一些UI 是為了這個活動而度身訂造的 那自從那個活動之後 Homecourt現在兩年左右 我們調查了九千多萬球 九億二千萬個拍球 在一百七十多個國家都有人用我們的App 這個很舊的 現在都很多點 這是年多前的snapshot 美國 亞洲都會有人用的 北韓就一點都沒有 但有時候在海中心看到有一點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船上 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人在海上吃球 香港也有人用的 那最近我們在Apple Design Award都拿了獎 那還有這些是Apple的高層 在台上幫我們展示的App 那還有NBA都是我們的Partner和投資者 那經過這件事之後 我們其實現在還在運動 那在這個經歷當中我學到什麼呢 那第一樣就是拍球 我想大家看我的樣子都應該知道我不是打開球 那但是 但是我現在經過一兩年的洗禮 我現在厲害了很多 那但是射球我還是很勉強 那但是控球我真的比起當初 那為什麼我要在公司拍球 我其實不是只有淡笑 因為其實這個App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不是一般像Facebook 那你拿在手的App 你除了拿在手之外 你會設在tripod那裡 在牆壁那裡 你離開一個App 你要做一些事情 要麼你就根本是把器材 放在牆壁那裡 你對著它做一些事情 有時候不是iPad 而是iPhone 那那個Screen更加小 其實 所以其實所謂的App Testing 一般App Testing 就在Office自己都做到 但是現在你有很多事情 你真的要用上手 你才會知道這件事怎麼運作 有很多你要覺得 那個User Experience 是什麼才是對的 你不可以指上談兵 你更加不可以指上電腦 畫些東西 就覺得這件事就是這樣 因為有很多 你的電話放在地上 你要把身體用 是怎樣的 Ui有很多事情 就會是因為很多實際的環境 一般我們傳統對於Typography的認識 可能會在一個這麼特殊的環境 就會有不同的想法 有時候你會發現 為何一個UID字 計劃這麼大的字 因為那個用家 是在很遠的地方去看的 所以所有東西都不 要真實的使用和測試 才會知道 什麼是好的設計 對的設計 我拿一個feature來做例子 找一個專業人士 不要找我示範 這是一個控球的feature 其實我們是取材 打球的人都會知道 這是Steph Curry 這其實是一個他控球的練習 他會用一手拍籃球的時候 另一手會自己偷一個網球 接著那個網球 基本上就是在訓練自己 不只是拍球的手 是可以換手 或者總之眼和手的協調 和腦可以專注在不同的反應 讓你在比賽的時候 在場上可以有好的發揮 所以剛才那個feature 就是為了給你練類似的東西 我們就想把這個feature 再改進一點 你可以碰那些 剛才虛擬綠色的點 但如果我們想進一步 想你做某一個控球的動作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想到 那個UI應該怎麼做 我們當初就覺得 我們整個UI經常都說 你碰一些虛擬的icon 是這樣的使用模式 我們當時就會想 那你就叫那個人的球 跟著點跟著軌跡 你想他畫一個圈 畫一個三角形物都好 你就照做 那ok的 在技術上的層面是work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試了很久 都有一種不爽的感覺 就是覺得 總之就好像不太對路 因為我拍球的時候 就覺得 你不是這樣 就好像綁手綁腳 我實際在練拍球 我沒有理由是要看著很小的screen 然後要 match一些很小的虛擬目標 我平時練球都不是這樣的 這個app 我正在做一些好像不太自然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問自己 如果一個真的 home club某程度上 是在做一個虛擬教練的角色 那如果一個教練 想教你控球 你會怎樣做呢 那我們最後的 解決就是 類似這樣的東西 聲音有點小 所以你不應該會聽到 但其實那個是我們的錄音 會跟他說 你現在拍左手十下 右手十下 如果你的球拍太高 太大 用錯手 我們就會 在鏡頭上會說你錯 或者叫你高一點 低一點 換回手 你會發現其實 Ur是沒有特別的 沒有標準 沒有特別的東西 但是 只需要一些文字 或者是一些 audio上面的一些配合 所以我覺得這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們經常覺得自己是 graphic designer 是visual designer 但其實有很多時候 那個答案 未必是visual 經常說 如果一個拿著錘仔的人 就覺得每一個問題 都可以用錘仔來解決 但其實未必是 我們當時就是覺得 我們是一個 我作為一個graphic designer 覺得我們是用AI 我們有這麼多東西 detect 我們當然是show off 我們這些功能 有很多不同的 有趣的遊戲模式 讓你去玩 但我們發現最後 令到你一個好的體驗 其實可能根本 最好的UI就是沒有什麼UI 根本是令到那個 用戶可以盡情 不要受那個screen的限制 在你自由盡情去拍球 才是一個好的體驗 所以我們經常的同事 就會在公司裡 好像瘋癲癲癲 那樣在拍球 因為這樣 那些東西要長期要這樣試 你才會知道 事情會不會 就不可以 就這樣對著電腦閉門做居 所有start up 都會用這些做座右銘的 就是你越早試 越快試 你就會知道自己壞些什麼 那你越快知道自己壞些什麼 那你就可以越快改進 作為一個start up 你這樣才不會失敗 或者沒有那麼早接 因為start 接的機會極高 那我們當然除了在各辦公室 都會找一些真實的用戶去試 但當然找真實的用戶去試 都有其他挑戰 因為用戶 他們不是騙你 但他們說的說話 都未必可以盡信 例如尤其是 我們想打擊小朋友 你問他的東西正不正 他就這樣敷衍你 正 或者他們的feedback 未必會很準確地告訴你 他們想要些什麼 或者就算他跟你說 他想要些什麼 都未必真的想要些什麼 你要猜 你要退敲 或者不可以拿他的片面支持 所以其實有很多時候 就是 用戶說的東西是一回事 但他的身體很誠實 他說他會用這個feature 但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 究竟 那個app 究竟他有沒有真的用這個feature 但即使是你看著一些 好像不會騙你的數據 都有很有技巧去解讀這些數字的意思 究竟是為什麼 因為有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為什麼這個feature 好像沒有人用 究竟是代表著 美國的籃球季節 根本現在就是 未來的時候 外面太冷 沒有人玩 是不是這個原因 究竟我們看著這個數據 是真的進隔代表著那個東西 究竟是因為一些 用戶在用那部 既是一些客觀 不關我們事的條件 還是那個feature 本身不合理 其實當中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我們要分解清楚 才能做到正確的推斷 這也是一個挺大的挑戰 除了看數據 以及直接面對那些用戶 我們會有另外的方法 去接觸那些用戶 我們有facebook group 還有一些user forum 那些用戶可以跟我們說 他們想要什麼 但我們不會這樣說 User A跟我們說 他要feature A B說要B 我們就直接給A和B 這些投票的意義 的好處就是 你會看到 是否沉默大多數 還是 你可以看到大家歸納 是否一些 真的足夠人需要的東西 你就可以 適合他們的需要 而不是 就這樣 沒有方向 一個人壞一件事 你就給他那件事 你要 prioritize 你作為一個product 你的road map 是要怎樣 排斥次序 可以開設些feature 當然不是每個 用戶的feedback 都valuable 有人說 不如我們現在免費 我們當然不會管他 我們有了這麼多這些 的insight和data 我們要化為行動 所以另外一個 我們要有的文化就是 即使我們收到這些 customer的feedback 或者insight 我們有一個習慣 就是 你看見 這是我們的document 我們每兩個星期 就會有一些人 負責 customer support 那邊 他們會轉告 他們的feedback 給design team 和engineering team 令到我們有一個好的習慣 就是 我們收到一些 用戶的聲音 我們就有責任 是 take這些feedback 然後看看怎樣可以 提到我們feature的隊 裡面 去真是滿足他們的意見 所以就 要一個這樣的系統化 兩個星期兩個星期 就不是很散修修 用戶 這個時候 壞掉這些東西 就馬上給他 中間是要有很多 即使我們做多少 coordination都好 也很難 計劃 每一樣東西 最近 當然最大的一個 大的轉變就是 疫症 我們其實跟很多不同 類似的公司都一樣 就是 令到我們的app 因為我們的app其實是 免費試玩 但你真的要用每一個feature 你要subscribe我們才可以 但是我們在 在四月和五月 就是home court是免費的 可能在香港的人 未必會感覺到 這件事的好處 因為在香港 籃球場我封了你 home court免費給我有什麼用 但是美國人 這個我們主要的市場 就是美國 他們每個人都有 很大的後花園 他們在家裡 home training 是真的有價值的 所以他們 在這兩個月的時候 我們就得到很多的users 這個都不意外 但是我覺得有趣的是 在多了users的情況下 他們就開始會有些 新的有趣的用法 那例如 那些users會開始 那些教練會做一些 虛擬的challenge 因為大家都不可以 在球場上見面 那就會可能是 A隊 你跟我做這個activity 做夠多少分 就跟這個隊 鬥陷 那開始他們自己 即使我們的app 本身是沒有提供這些功能 他們會自動開始組隊 或者自己找些方法來玩的 用的app 那甚至我們明明是個籃球app 那些人就找個足球來試 那不知為何都照work 用來練空球 用重積腳 不知為何用來 開始練一些跟籃球無關的東西 我還是不明白為何連頭拍都認得到 不明白為何在泰拳上也可以 用腳踢就行了 那開始連泰國人 就在那邊跳這個泰式舞蹈 開始找到連人都不是 這個人不知為何 這個人不知為何 這些Ui不是我弄的 是個User自己弄了個Green Screen 不知為何自己弄了個 代用了自己是俄羅斯方法 在那邊玩這個app 那這些都是我們過往幾個月 兩個月發生 看到有這麼多 很新的搞笑的用法 但是令到我們就要面對一個 比較棘手的問題 就是我們原本那個focus 是在籃球 但是在這兩個月突然間 我們就覺得 我們好像有機會可以 描述到其他不同的運動 但是你見到我們其實 原本是挺有規則 去organize自己的road map 我們怎樣走第一 怎樣走下一步 其實是需要很多的 需要很多的計劃 有很多人經常都會說 做硬件很辣 hardware is hard 因為很多時候就是 你很高成本做完一些事情 之後出了家發現 整件事是有價沒有市 然後就破產 等等 我們做startup做software 都是我數學的 因為我們是另外一個 相反的問題 就是不是閉門造居 所以我們這件事就是 不斷都可以有變和update的可能 但是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一個startup 它要很flexible 而介乎於有plan 和沒有plan之間 那是一個很微妙的考驗 就是我們有個road map 我們看到 即是一個一個禮拜 這樣plan 其實有一個每兩個禮拜 就會出現一個新的version 的一個pace 這樣 那我們怎樣保持著這個節奏 但是又突然間要把整個app 不如嘗試走一個 不僅是專注於籃球的方向 其實有很多人就會覺得 這個比喻就是 好像你一邊開了一架飛機 但是你重新拆過一架飛機 由頭組合過去 就是做一個startup的感覺 就會是一個這樣 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 你看到單單是一個profile 你探索這麼多不同的東西 根本最後帶來 根本真正的答案就是 根本籃球就不是focus 你試這麼多東西 最後都是不淡笑 還有有很多我們傳統 覺得graphic design 值得care的細節 顏色,carpography,什麼都好 在startup的節奏裡面 究竟這些文化還能不能生存到呢 因為很多startup 都會掛在後面的就是mvp 這個minimum viable product的意思就是 在你這麼有限的時間 和資源的情況下 你怎麼可以用最少的力 做到一樣 讓你試到這件事 是不是可行的東西 你出了街 那你就可以知道 究竟這件事是否值得做下去 那當你是用這樣的心態做事的時候 那究竟有很多時候 我們覺得designer要care的細節 那是否會成為犧牲品呢 那我覺得兩體這件事是 即某程度上你可以說是 你浪費很多時間在想 究竟是用這個方和這個方 然後可能老闆都沒有你這麼好戲 但某程度上 只要你令到stakeholder知道 我們要浪費時間去想 一個typography的design system 其實是令到我們的app 我們公司是有一個能力 容易一點去應變 當我們任何轉變的時候 我們保持一套好的hierarchy 就可以做到去容易改變 當你想服大家知道原來 其實對於一些graphic design的執著 不是一些無聊的執著 其實是在一個運作的層面 幫助到公司的運作的時候 那大家就會尊重和明白 為什麼有些東西值得做 那當然我們絕對不是完美 我們有很多東西這些都 但是至少on the right track 就是不會說graphic design 是一個多餘和無遺的東西 即使我們公司 有很多東西是engineering driven 但是我們的CEO 也都對於design 非常重視 其中一些例子就是 例如我剛才說 在疫症期間 我們看到有很多教練 是用home court的一個虛擬的比賽 我當時就是用了幾個星期 去思考如何支援一些虛擬的home court 的community 可以吹到很大 即是我們全世界一起玩 什麼都好 還有很多相對其他浮誇的功能 或者layout 但始終我們的app 3 兩個月而已 還有我們沒有這個時間去 沒有理由建立了一個full scope的東西 然後才出門 因為可能到時世界已經很不同 已經會太遲 所以其實我們最後出門的東西 是一個比較平實一點 比較可能實而不話的東西 但我不覺得這件事是有問題的 因為我們總之 我們有一個已經是well realized的vision 的時候 我們純粹是逐步逐步地 向我們最理想的東西做到 那就不會覺得是很大的犧牲 反而只不過是一個有策略性 首先address了一些coach 跟我們說他們需要的東西先 然後逐步逐步地來 我們看到因為有很多人有些虛擬的比賽 我們最近又出了另外一個功能就是 讓你可以即時跟你另外三個人 跟你見到實時的一些ranking 這個不是我做的 我同事做的 他也是在幾個星期很短的時間做出來 其實當中有很多東西是未完善 例如我想挑戰Tony 我想挑戰Tony 我想挑戰Tony 我怎樣可以這樣做 我找不到 有很多UI其實是我們在短短幾個星期未做到 我們只是在你玩的時候有一個這樣的體驗 但是我們覺得那個限制 因為我們的旅程是不會完結的 所以即使我們在這個版本裡 還未做到完整的事情 我們看到 用者將他們有限 所謂MVP 用的時候都開心 其實就讓我們知道 我們可以繼續這樣做 去完整的版本 MVP有一個比喻就是 就是叫你逐步逐步來 就不是叫你一個輪子 做兩個輪子 去到最後才做一個完整的車 因為這樣的話 用者就會不開心很久 去到最後的全版本才會開心 你作為做MVP 你應該每一個版本 都是一個合理的方法 去逐個逐個版本 都可以滿足到他們逐多逐多的需要 就不是說 因為要由少做起 就會令到大家 一開始的體驗是不好 所以有另外一個 有些良的看法 但回想起來也挺好的 就是你不是做一個可行的產品 即使有很多限制都好 它都可以是一個用得開心的產品 最後我想總結一下 就是我由Pill & Pillow 一間Design Studio 做到一間startup 有什麼可以總結出來的東西 首先我覺得 我覺得不要那麼虛擬一些細節 這個聽起來可能是 對於Graphic Designers來說 是一個很荒謬的東西 Graphic Designers就是要講細節 怎麼可以不在乎這些東西呢 我覺得那個重點就是 不是因為startup要很快 所以就要粗之大約去做這件事 即使我在Henry在Pill & Pillow做 其實也有同樣的感覺 就是你預期花很多時間 去選擇不同的方式 選擇不同的顏色 反而是基本上 那個website有一個很有趣的framework 或者有一個interaction的方法 令到你覺得這件事是正的 然後你才去 去做那件事 你可以有十萬個artboard 可以組織很多理由 但是首先 反而是 你預期是 收集一個小 icon 其實你應該 用其他方法 例如 你用任何的tool 可以把東西 分析到一個 你自己可以玩得上手的 互動的一個prototype 你可以試到一些東西出來 就不是長期只是你 對著那個photoshop 對著那個illustrator 對著那個sketch 在做完這件事 浪費了很多時間 所以就 不是叫你不要浪費時間 在細節那裡 但是你要浪費在 對的細節上面 另外就是 在做這個設計演變的過程 期間 這是我的design team 的一部分 那 溝通是非常之重要的 在Pillow的時候 已經是 因為我們沒有project manager 我們要自己跟客戚溝通 那一下已經練了很多 你無論是email 還是電話 有很多交代 要做得很好 但是在startup 就更加是 因為 現在大家都對於zoom google meet google classroom 那些不陌生 但是我們就因為 是一個花國公司 我們有 雖然有四個都是香港的創辦人 但有兩個是住在香港 兩個是住在美國 所以其實我們就算 在未有這個疫症之前 我們長期是已經 要做一個跨市區的合作 其實 有很多時候 可能大家都是覺得 搞zoom的事情很煩 是的 可能有時候要搞些 早上八點就要起床開會 那些 但我覺得那些都不是最大的挑戰 最大的挑戰 不是你zoom的時候 可以面對面的討論 而是你zoom完 過了那個面對面的討論 以後 怎樣跟進一些東西 那些其實已經是好考一些 溝通的技巧 我們公司是用Facebook研發的 一個叫workplace的app 那這個平台是基本上 基本上是一個 給公司用的Facebook 其實 所以很搞笑的 你要老闆給feedback 其實老闆是給個like 來的 你在上班都要握like 但是這個平台有趣的地方 就是 所有事情變成了 你不是即時 有很多事情是 你今天做完你今天手頭上的工作 你是要在你這個公司的網絡裡面 出一個post 你要交代一下 你將來起床 究竟他們適當的人 是給了一些feedback 你如果那些人沒有看你 想去看的東西 你怎樣追求他們 有很多就是 你要找回對的stakeholder 你要跟他們溝通 那個很微妙的溝通的節奏 還有你要令到 需要知道這件事的人 都要in the loop 總之要同時 跟二十幾個人說話 你怎樣可以準確 令到你想聽你說話的那些人聽到 這個是一個很challenging的事情 但是也是學到最多的技巧 也都覺得過了這個疫症之後 大家好像都需要學這件事 就是因為 大家都覺得work from home 是一個可行的culture的時候 即使我們內部有很多東西 即究竟的溝通 無論是在公司的網絡裡面 出一個post也好 在我們的github那裡 究竟是一些tag 怎樣去prioritize這件事 令到相關的stakeholder知道 這件事需要你的attention 所以這些就是好像很悶 project management 或者一些溝通技巧的東西 但這些就是令到這件事 最後做得有幾好的一些要素 最後我想說的就是 我覺得做這兩個公司 令到我知道的就是 雖然大家都是以設計師的身份自豪 但是你不只是一個設計師 或者至少你不是最基本定義的設計師 我第一間公司 公司有不同的人 聰明不同的東西 有人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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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很多人都會說自己是 multidisciplinary designer 你什麼都可以做到有不同界別的東西 但其實那個跨界別的意思 甚至不只是規範於設計層面 Henry很喜歡就是收到一個project的時候 覺得客人給了一些指引 或者他一些文字 覺得不合理的 根本就是會跟客人 反建議一些比較合理的內容 或者策略 那時候去過一下 你已經不只是鬥在任何視覺上的東西 你純粹覺得有些東西 你看不順眼 你想弄好它 你就跟另一個人說 去到我這間公司 也更加是同樣的東西 我們現在公司已經大了很多 這是很舊的一幅照 但是我們有些設計師的同事 他以前是在台灣打職業籃球的 甚至有一個根本是讀人體運動學的 一個讀computer science的人 跑去做marketing的 根本大家都不只是規範於自己的 role 我作為designer 但我亦都會care marketing的copy 互相大家都會走進大家不同的領域 去互相令對方做得更加好 那我這間公司做的就是 對於自己有任何堅持 或者執著的東西 你覺得不對就要做 去到最後想說的 純粹是 我在年1月的時候 應該是上Kith的課 那時候有一個排版的exercise 那時候Kith是給了我們一個word的檔案 然後叫我們把所有我們覺得不對的東西 整理一下 我記得例如他有說過 你這一行有個字跌下來 其實你是可以跟Editor說 你可以把字本身改回去 或者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最後他就說 希望你這一堂學到的東西 令到你明天出來做事的時候 即使有一個人很趕 要你output一件事 如果你看到有一個標點 或者什麼都好 錯了 麻煩你也改回它 這件事其實我不知道Kith還記不記得 但是我擺在心裡 因為就算是當初我為了搶Apple keynote demo 那兩個禮拜內 有一個位 我不知道你剛才是否看到 那個screen 會顯示了很大的數字 有一個位 就是我記得 那個位置我跟Editor說 那個明明應該是說 一個inch的unit 而你不是用錯了 另外你用了apostrophe 這個標點 然後那個engineer就跟我說 沒有人會割的 你不要教 因為他已經做完某一件事 但我當時覺得 如果我不這樣做 Kith就會對我很失望 所以其實我不是想說 我剛才說完 不要這麼著眼的細節 但其實 無論是小的東西 大的東西 無論是設計 還是不是設計層面的東西 總之你有執著的東西 你覺得不對的東西 就去改變 我相信今天大家 無論是設計 還是純粹在香港社會生活 大家都應該可以大心 我想說的就是這麼多 謝謝 不好意思 今天其實我很想和你們對談 因為我很喜歡你們兩個 很出色 真的 不過呢 我現在是有個emergency 要去醫院 所以我想 我要交給阿威兒 不好意思 好啊 Kith已經帶來了兩位 他很好的聯絡 希望今天同學都得著很多 我覺得很幸福的 其實 那麼久以前一個聯絡 我們可以今天 在 communication design 這裡聽到 我有一點點問題 聯絡了 同學可以繼續探索這個 大大的QR code 即是如果你有問題 想問Khalees 和Jonathan 你們可以寫清楚你想問哪一位 可以容易一點 可以直接解答到同學的疑問 我們這個Q&A session 我帶來 讓Jonathan休息一下 很熱情啊 他剛才的分享 很開心 Khalees 有兩個問題想問一問你 可能你可以走前一點 Khalees 其實剛才都分享了很多 他的illustration的作品 我看到其實 都有很多不同的style 很多不同的art direction 講故事在不同的地方出現 想問一下每次你有故事 有一些故事想表達的時候 你怎樣去定一個style 或者一個特定的art direction 我想在座的不同同學 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我到底應該這次走哪一種art direction 你會不會有些tips 可以跟在座的同學分享一下 在選擇style 或者art direction方面 其實 首先可能就是medium的分別 如果你是今次用版話去做這件事 可能就是版話style 如果是報紙的話 所有東西出得很快 通常都會用電腦去做 這些其實都會影響到你自己去決定 用什麼style去做 但我自己個人是比較飄忽的 而且其實報紙也比較free 所以其實有很多時候 我是一邊畫 其實就是一邊試不同的style 就是不想把自己走在某一個style 所以剛才看到你的作品 真的很多不同方面的嘗試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挺有趣的體驗 讓同學都去想一下 原來可以一邊做一邊去試 試一些不同的style 好 那有第二條問題 就是當你收到一個client的brief 就是要做一個project的時候 那你通常是怎樣說服你的客人 或者你老闆 甚至乎同學的就是你們的老師 去接受這個idea 或者這一款art direction 可能你都會展示一些給他們看我的idea 是這樣的 可能我的reference 或者我打算做出來的樣子 可能有一些draft 那你怎樣說服他會容易一點呢 我想首先就要給不同的draft 其實我通常接的那些 比較多是文藝 就是文化draft 他們那些通常會free 讓artists有自己的interpretation 但如果是一些corporate的公司 好處就是當你有一個你自己的style 通常那間公司找得來 他已經是指明說我要你這個style 去畫這個東西 那就變成了整件事就容易做很多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但也試過有時候有些公司會 給了另一個artist 的style 就說 Klis 你可不可以跟這個 那為什麼你不找那個illustrator 通常會拒絕 通常都沒有好下場 OK 通常都沒有好下場 OK 如果老師叫你跟那個 通常都沒有好下場 跟死一個自己的特定style 都可以 好 謝謝Klis 然後就請問一下Jonathan 可以走出來一點點 謝謝 其實我很刺激 因為當年我是有跟著 那個Steve Jobs那個 剛剛去世的時候 去了IFC那間Apple Store 然後是看到你的設計 是貼在IFC那個Apple Store的地下上面 我一直都有留意這件事的發展 後來真的 報道再說 這個設計師 出了Coca Cola的設計 哇 我覺得驚為天人 很厲害 這個 我記得那時候報道也有說 你是學生 我心想 他這個 passion 是很厲害 才可以做出當時的兩個很好的設計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那時候是怎樣去 他有這個想法做這兩個設計出來 還有過程 由你要想 我要做這件事 可能想表達一些訊息的時候 那中間的初衝是怎樣的呢 因為我覺得很厲害 不過這個通常的答案不會太有趣 因為是很難用言語去describe 因為我經常會把這一類的設計 稱為小聰明設計 就是一些比較minimal 是一個概念based的東西 那所以就有很多時候是很難很實在地跟你說 為什麼我想到這些東西出來 因為對我來說 用一個很粗俗的方法去解釋 就等於搞一個爛gag 因為根本他只是在吃一個視覺相關魚 那其實有很多時候是 即使你在腦裡 或者你在AI裡面的artboard 你是亂把一些看似無關的東西 無論是一個combine overlap 不同的arrangement 是一個真的trial and error 沒有什麼科學的方法去亂試出來 當然for apple那個case 那兩個subject matter都很明顯 那個logo和那個人本身 很呼之欲出 所以那個就很理屬 當然bilelap for可樂的那個case 我真的只不過是坐在那裡 看著可樂最出名的一些symbol 然後就逼自己想 去似其他什麼呢 那樣東西可不可以聯想到 去呼應到那個brief 那其實我不是用了很多時間想 但這些是真的很講解 而且那個時候合不合理 沒有什麼理性地解釋的東西 但你已經提示了我們的同學很多 你這個小聰明就衝出國際了 也拿了我們Canslion的award 就是廣告界裡面最大的 好像奧斯卡的一個獎項 那我想你那個所謂的小聰明 都很值得同學去再思考 那也都有些問題 都會再問的 那我想 問一問Kalisa 她同學的問題就是 你認為插畫作品的辨認度高 你覺得不同客戶的邀請的機會 是否會大一點呢 辨認度 我想他們是說 與別不同一點 那是否會容易得到客戶的賞識呢 我覺得其實是 現在坊間有兩種不同的描畫 有一種就是 你真的 可能創造了一個角色出來 你很明顯就看到 他一直用一個角色出來 做所有的描畫 都會適合那個風格 還有那個角色 但是這些 你就可能會 吸納到一些客戶 就是 我想要找你這種風格 那他就會找你 但是另一種的描畫 就是全能型 就是 什麼都會做的 那些可能他們就會 可能會 疾伏在一些 ad house 我不知道是不是 通常可能會是 客戶有什麼要求 然後你就 怎麼畫 其實都是看你自己想怎樣 你自己的需求 到底 你是想 有一樣東西 是屬於我自己 就不停地畫 還是我完全是 想試很多不同的新的東西 都答得很全面 兩個方向都可以的 有同學問 問你們兩位 是怎樣找到創作的靈感 因為其實你們都做很多 除了客戶的工作 還做很多自己的創作 甚至乎 在做客戶的項目的時候 都會滲透自己的設計 的想法下去 平時是 會不會想開一些什麼網站 可以給一些分享 給我們的同學仔 我覺得是聊天 有時候可能會 有一個短暫的時候 想不到事情 然後我就會跟他聊 然後大家就 答案是聊天 還是跟我聊天 聊天 基本上 聊天 聊天跟我跟我聊天 就算他不是提供一些什麼給我 但是在聊天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的腦袋就會動 你不能自己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 等十個小時 就希望有一個想法 這樣出來 對我來說 你剛才說的是 言語和思路上的流動 對我來說 實際上你的肢體上也要流動 走路 我最近 尤其是在工作從家 我個人黑了很多 因為我不斷出街走路 因為想不到他 在家樓下 不斷打轉 基本上就是 你的腳動 你的腦就會動 對 而且 他未必可以生產 他有時候可以 無中生有靈的想法 但有時候 客人已經給了一個短暫 已經有一個想法 在那裡 基本上我的腦 就是不斷把我腦 那個短暫的想法 在我心目中看到的任何東西 就嘗試把那個東西 會不會動呢 不斷在那裡 不斷在那裡 嘗試用不同的 混合和合 我眼睛看到的東西 希望撞到靈感出來 那同學可以走多點路 OK 又有同學問 你們如何在製作的過程中 解決一些技術的問題 譬如這裡說一些電腦的問題 我想可能 好像剛才因為有很多 應用程式 網站 或者可能關於媒體方面 都會有些不同的方法去處理 那怎樣去解決呢 我那些技術的問題 沒有她那些技術的問題 那麼嚴重 但始終都是要靠你 Trial and error 你要嘗試很多 你就知道有哪些是不行 你要嘗試很多方法 你嘗試一下 一定有一個方法是可以 或者如果那件事真的不行 可能你就是走錯路 那你就會懂得繞另一條路去走 不好意思 Khalees 因為看一看 這條問題是來自illustration的同學 我想他們都會想問 是用電腦去製作插畫的時候 我估計 希望我沒有解讀錯同學 因為他們還在學習軟件的時候 可能 他想出來的效果 在軟件方面 他還要學習的 或者是你可能手稿做了一些事情 當去到電腦的時候 可能有很多問題要解決 我估計可能同學的問題是這樣的 那 可能你可以給一些提示 當初你是如何走過 現在應該相信沒有了 我記得我們讀書的時候 有一句 大家的名言就是error當作效果 就是error當作效果 就是你那件事錯了 你就不要嘗試去蓋錯 而將那件事當作效果 我記得Andy Warhol說過 當你生暗瘡 你就不要遮蓋它 反而要蓋一個霜霜 令到 告訴別人 這是一個暗瘡 這種就是 你這樣才可以 好啊 這樣就可以走過去了 好啊 如果製作上遇到一些技術問題 你會怎樣解決 我以為不是問我 沒有人想知道 要怎樣解決人工智能 這個問題是我問的 OK 我覺得在設計師 如果在網上找資訊 當然是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 因為就會去到 究竟什麼是參考和抄襲 但我覺得如果你說技術問題 這個是很好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可以 至少沒有那個尷尬 因為如果你在說 怎樣 achieve 某些東西 我當作想 涉足做網絡設計 我不懂得做 那怎麼辦呢 我覺得在這個情況下 抄襲就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code 是資訊 這個知識是可以抄的 知識 其實如果大家已經搜尋過 其實知道的 一定都不陌生 那種 stack overflow 是任何programmer 都會找的一個forum 其實我覺得 很多時候 懂得寫code的人 他跟你說 他不是厲害寫code 他是厲害抄code 但他說的時候 他是自嘲 但我也覺得 我相信是真話 就是 你想解決這件事 其實很多高手 他不會自己一個老導 一直都知道怎樣做 他只是懂得 他厲害google 但這個是一個 真的已經是一個 很好的技能 就是你懂得用 你懂得用正確的 去到正確的地方 找到正確的code 然後你懂得做適當的 改變 去做到你想做的事 我有很多 同學 或者朋友 說自己不懂 做某些事情 其實只不過是因為 連search都不懂 search 或者不懂 找那個字 對我來說 這些比較容易 只不過是因為 我懂得找那些 資料 所以我覺得 是 好 謝謝 最後一條問題 英文問的 這條問題是同學 都是問兩位 What do you do in daily life to improve yourselves 因為 一直看到 其實你們一直做了 可能都十年有多的一個 設計過程 我想中間都有很多成長 還有現在來到這一刻 是很成長的設計師 規探一下你們的生活 他們看來想 是平時會做些什麼 去令到 可以在設計的創作過程上 improve 你已經說了聊天 我已經說了走路 其實是遲的 是他們問的問題 所以真的很想了解 可能 怎樣可以來到這麼多靈感 還有 有一些出色的作品 出到來 平時是怎樣生活的 我覺得是 這件事不公平 因為我這樣說 就好像說到先天 根本就好像沒什麼可以做 我不是 因為先天很厲害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說先天的意思是 你要先天有東西 你有興趣 那個興趣要培養 因為我覺得這個 我可以說回 我在Pill & Pill 做的時候 Henry請人有一個準則 就是 其實他不太在乎你的設計 是怎樣 當然你不可以很差 但是他 其實他最有興趣的 會問你 你平時放假會做什麼 然後如果你是回答 如果回答不到 其實你已經輸了 你回答看電影 OK 你喜歡什麼電影 你喜歡什麼導演 甚至那個答案根本就不需要 任何文藝的東西 你喜歡行山 OK 你喜歡行什麼山 你喜歡攀石 你有任何你很在乎的興趣 你的心就會有那一團火 你就會想鑽研下去 而我又想回答 你不是只是一個設計師 設計師所謂的靈感就是 你個人本身的心 你多看一些書 你上網聽一些網上電台 什麼都好 你的心就會充滿著很多設計以外的東西 成為你的創作養分 而那些東西是沒有一樣東西需要刻意培養 所以我說先天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平時生活已經先天有很多 你很感興趣和很喜歡的東西 我相信你應該已經可以了 很好 謝謝 Donathan Kalise呢 其實也很像 我就是在想 當你想不到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最忌諱 例如我畫畫 其實最忌諱就是找一些畫畫的記憶 因為你就會不知不覺這樣 去跟著別人 反而是可能你做一些不同的事 例如看電影 看書 平時培養多些不同的興趣 反而你可能會在那些地方找到一些靈感 那些靈感就是屬於你自己 兩個都是一些生活上的靈感 對生活也很有passion 去到今時今日 我們今天的分享這個talk 這個series 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再次給一些熱烈掌聲 多謝台上兩位 帶來很多不同類型的啟發 多謝了 我們今天的talk 來到這裡 我們下期見到啦